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维扩展到三维 争夺制空权成为新的焦点 二战以来 航天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太空军事化不可阻挡的潮流 21世纪太空战将成为必须面对的战争方式 1982年6月 前苏联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核战争演习 6月6号 从丘坦基地发射了宇宙1375号卫星 6月18号又发射了宇宙1379号拦截卫星 该卫星升空后迅速逼近宇宙1375号卫星 并成功地将其摧毁 此据表明 前苏联的拦截卫星已经具备实战能力 演习中 前苏联还发射了两颗军用卫星去替补 假定在太空战中被敌方摧毁的几方卫星 发射了地地 前地战略核导弹 模拟对敌方实施核打击 发射了反弹道导弹拦截来袭的敌方报复性战略导弹 此次演习给人们描绘出一幅太空战的全景图像 优优优独播剧场 这还只是一次演习的话 那么在现代战场上 未来太空战的初级形势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突出表现就是各种卫星对战场的作战支援保障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 美苏都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卫星侦察 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借助苏联的侦察卫星 获得了有关以色列的军事情报 并根据美国侦察卫星的特点 采取了相应的200多种反卫星侦察措施 结果阿拉伯方实现了战争的突然性 以色列苦心经营的巴列夫防线 土崩瓦解 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以色列苦心经营的突然性 鸟侦察卫星很快发现了埃及二三军团间的间隙 宽十余公里防御薄弱 以色列抓住战机派出装甲部队直插运河西岸 切断进入西奈半岛的阿军退路 从而使战争的形势发生逆转 随后前苏联不断向埃及提供最新战场卫星图像 促使阿拉伯军队无可奈何的挺战 从而结束了这场战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82年 英阿玛岛战争中 美国有24颗侦察监视卫星俯视着战场 向英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 英军继承阿军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 就是由美国侦察卫星提供的该舰准确位置 而前苏联也有37颗各类侦察监视卫星 监视着战场 向阿根廷提供了一些情报 战争中 阿根廷仅用一枚飞鱼导弹 就准确地击沉了英军装备精良的 切菲尔德号驱逐舰 这就是由前苏联的海洋监视卫星 提供舰卫情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1年 海湾战争中 多国部队在各种高度上 运用了70多颗军用卫星 其中包括34颗照相侦察卫星 雷达成像卫星 电子侦察卫星 他们向多国部队提供的情报 占总数的70% 还有由24颗航星组成的定位系统 为多国部队兵力武器的机动 提供精确的定位 另外美国和北约部署了26颗卫星 组成了综合通信系统 为多国部队提供战略战役战术级的通信保障 此外还使用野战卫星通信系统 为更低层次的指挥活动提供通信保障 保障了多国部队每天多达70万次的通信业务量 还有各种气象卫星 为多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提供了准确的气象预报 特别是弹道导弹预警卫星 港伊拉克的飞猫腿导弹发射90秒左右 机能捕捉目标并判明弹卓区 为多国部队提供4到5分钟的预警时间 对飞行1万公里的战略弹道导弹 可以提供25分钟的预警时间 各种军用卫星系统的应用 极大的提高了多国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在支援指挥控制战争 直到赢得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初级太空战形势中 还包括弹道导弹攻击战 据不完全统计 至今已经发生的弹道导弹攻击战有7次 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战 当时德国向英国发射过 4300多枚雷尔弹道导弹 70年代以后发射弹道导弹比较多的战争 一次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中 埃及和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射过 200枚挖漆导弹和飞猫腿导弹